大家好,我是贵国别老迪哥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很多个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黄源冬眠的过程 用赤鱼土可不可以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黄源冬眠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土 看到没有 因为这几天了 它是温度还在反反复复 可能要到了月底 十一月初在我们这里 再一次的降下去 可能就是十几度 再上不了二十多度了 在这样一个徘徊的 徘徊的一个一二十天的时间 还有很多还是会醒的 二十几度 还有可能还是会醒 很多贵友最近也是问 我的乌龟前几天度眠了 这几天醒了 我要不要喂食 这个就顺带提一下 大家不要喂 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升温的期间 它是在一个降温的反复过程中 因为你今天一喂 明天又降温 它就存在一个什么呢 它就带着食物又冬眠了 是不好的 所以说但是大家也不要着急 会不会饿死 这些都不用着急 我们回到那个土的问题上面来 黄源为什么喜欢把自己埋在土里面 就是从这个物种 这个物贵的习性来说的话 它埋起来只有几种 就是几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说 把自己保护起来 把自己躲起来 休息 主要就是这个目的 包括刚大家不熟悉 他也把自己买起来 又买很多天 等等一些情况 那你基于它这个习性的基础之上 你就能够知道了 黑土也好 黄土也好 红土也好 还是赤鱼土也好 当然有很多龟友 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便自己去获取的一些 一些一些那个材料 来作为饲养和冬眠的一些过程 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会把自己刨进去埋起来 但是你要确保你弄的土啊 它是干净的啊 就是什么呃 有些污染啊 或者什么 这个事情事情地方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冬眠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就是环境的湿度啊 湿度和温度 我们那个土啊 其实修一点 土啊像这个样子有点湿润的 那那么 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呃 各国归友就是根据自己所在的地方的那个天下温度和湿度啊 合适和不合适 然后去进行一些人为的一些调控和操作 我就可以了 然后呃 在整个冬眠的过程中做好一些维护 就是不要让它出现太干了 比如说我出差两个月没有人打理 回来干了啊 挖出来的干死了 那这个就是属于是人为的疏忽了啊 呃 还有一些就是 还有一些就是个体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冬眠的时候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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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好啊 还有那个呃 像那个到了春天的时候啊 也是温度和温差 很容易出问题 大家在这些一些细节上面呃 做好一些维护就可以了 至于土的话 它的目的就是让它跑进去啊 比较安全 躲在里面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给我们私信或者留言